对于跨境电商企业来说 如果想把商品卖给海外消费者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是最为快捷的方式之一 以前跨境电商平台 主要有亚马逊 沃尔玛等 近两年更多跨境电商平台 开始崛起 让卖家有了更多选择 近两年跨境电商平台 开始加大海外业务布局 国内跨境电商企业出海之路 也因此更为宽广 董京军是深圳一家 跨境电商企业的物流负责人 接着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和同事一起查看 近一个月的发货情况 早在几年前 他们的商品还只能通过 一两家跨境电商平台销售 现在他们可以在 十几家平台上铺货 每个平台有不同的物流政策 原来的就是直发这一类型 改为现在有投诚 然后呢有海外仓 还是有平台直发这种 多种业务模式并存 公司的这个GMV的话 就要前些年出现了 大幅度的第一个提升 对跨境电商企业而言 比营收增长更能吸引他们的 是商品出海之路的愈发稳定 对我们来讲一个月 可能会增加个几百万美金的收入吧 一个平台可能有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弱的嘛 那我们多平台发展 就等于多跳腿走路 未来这些平台还可以 进入更多的国家 那我们还可以跟着这些平台 进入到更多的国家嘛 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我国跨境电商企业 同时经营两个以上平台的卖家数量 同比去年增长了29% 而借助多平台发展 改走品牌化出海之路的卖家数量 则同比增长了145% 这两年从国内直销到跨境电商的 货量增长很大 比如到美西 年初至今 我们比去年成业的货量 已经增长了200% 人家企业 有个人 全部共课